各位姐友,我是根哥 好几天没有开酒友们寄来的包裹了 今天开了几个包裹 今天开的包裹很有意思 这个是宝贝 这边就是品相非常完美 一个酒友寄来的 这个是早期的狼拳牌高度的 应该是我们 像我这个年龄,应该是我父亲喝的 这个是85年以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 这个胶帽,盐盖,封口非常完美 胶套这一块非常完美 这个酒花60度的 酒色已经变黄 早期的酒应该是农枪型或者尖枪型 这个应该是尖枪型的可能性比较大 品相非常好,我放旁边 然后这里有一瓶酒 这个 看来 这个啥酒 这个是 奴州老酱 但这个奴州老酱 跟我们现正的奴州老酱 又不一样 可能代表是它生产于奴州的老酱 这个是地方酒厂的 早期奴州 80年代 90年代 有很多地方酒厂 生产的酒 都模仿这个老酱特取 老酱特取出名嘛 对吧 中华老字号 咱们这个风格包装 是不是很像 但是它叫奴州令桥酒厂 这个酒厂在哪里呢 不在奴州市 在奴州奴岭县 奴岭卖宝市111号 这个酒厂肯定早就不在了 早就不在了 还比较完美 酒厂比较完美 看酒花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稍微闻一下 很香 橙香味很香 这个酒我觉得 口感可能不比老的特取差 不比老的特取差 把它拧紧一点 像这个酒 这种酒 它不是假酒 它不是假酒 它是早期的一个产物 也是一个品牌 这个叫令桥 令桥 只是它风格上方的 跟老椒有点像 很香 非常不错 那这儿有个酒 这个酒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老椒的盒子 装了一个 也是个孤零特取 这两个酒 你看 这两个酒 是一样的酒 一样的品牌 但是这个酒在前 这个酒是在后 云云云云云的看得见 八五年了 那这个酒肯定是八五年以前的 你看从盖子上去看得出来 这盖子要矮一点 上面有菱角 这盖子上面顶盖要圆一点 上面有菱角 对 都是一个年代的 但是这个酒 就是这个 略早于这个 从平行上来看 略早于这个酒 它这个 这个仪器已经看不见了 那这个酒的 品相要好一些 两个酒都不错 来 这个酒好酒放旁边 小心点 这个帽子一定要小心点拿 还有这个三瓶酒 这三瓶酒也比较早了 好像是九几年的 狼犬牌在90年的末 就没有使用了 这个商标就没有使用了 现在看见狼犬牌的酒 都是已经老牌子了 这是街巷型的 狼犬牌 品相不错 这个酒 之前我讲过 成果效果最好的 第一是酱香型 第二是煎香型 然后才是浓香型 给你其他香型 狼犬早期是 浓香型 煎香型 酱香型 当然现在狼犬 以酱香型为主了 以前 煎香型非常多的 卖的也非常好的 96年的 都是96年的 这个狼犬牌煎香型 很难找煎的 非常不错 酒鲜非常好 酒花非常漂亮 这是52度的 九几年的 还有一瓶 最后一瓶酒 这瓶酒 是个酒有发高的鉴定的 很有意思 2014年的 瓶子扔的 一看这个帽子就是 八头 你看第一个 这个边 斜的 从那是斜的 焦水也很明显 二次三角的焦水 没有擦干净的 你看蓝色的地方 这样去 我们用茅台查信系统 查这个物流码 看对不对 看 那么物流码是 6313181740 造型查取的时间是 2014年3月21号15.03分 茅台成品五库 第二库到贵阳三库 酒的帽子是2014年7月15号 这个物流码 3月份就已经出库了 已经卖到市面上去了 出厂时期才7月15号 它就是八头 帽子跟物流码不为一体 像这几个酒 像这类酒 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 非常有收藏价值 第一是名酒 早期的名酒提醒 其实说有些人 你想拿钱你买 你都买不到 你找不见 像这么品价那么好的酒 很难找 所以地方酒 还是很既有收藏价值 只要虚少 只要对的 东西是好的 非常既有收藏价值 像这一类酒都可以 另外再告诉大家 茅台酒 一定要取到可靠 不要胡买 八头酒 这个算拔的一般般的 还有拔的更好的 让你防不胜防 今天就讲到这些 关注英国 了解白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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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